一故操縱五條物身體回歸 無量空處 再戰 服務魔衣出自 大家好 我是五個光 就處悔戰 261話情報 高能來襲 本話難得的沒有以回憶開場 而是直接延續上一話的戰鬥 虎杖的右手 貫穿蘇諾胸膛 他想就這樣 一口氣粉碎蘇諾的心臟 蘇諾卻也在此時開始結音 準備展開自己的領域 但他卻同時見到了那個熟悉的身影 蘇諾先是在心裡告訴自己 這不可能 但很快 他就發現了事情的真相 並在擊倒虎杖後開始咆哮 是我太小看你了 真沒想到 你能做到這個地步啊 遺谷猶太 是的 此時在五條物身體中的 正是前不久推搶的遺谷 之後 進入一段回憶 鋼杖眾人正在討論一個十分大膽的方案 在五條物戰敗的情況下 讓李香吞下眷所的屍體 從而複製他的術室 來操縱五條物肉體繼續戰鬥 之所以會考慮這樣冒險的方案 是因為五下線術室必須配合六眼使用 即便遺谷複製了老師的術室 也無法複製他的六眼 所以複製眷所的術室 操縱老師肉體是唯一的方案 但遺谷的複製只能維持五分鐘 沒人知道五分鐘之後會發生什麼 最壞情況下 遺谷可能會失去自己的術室 並永遠活在老師身體之內 日下部提到這個計劃有些背離人性 遺谷卻被這樣的言論徹底激怒 人性是什麼意思 如果只要拋棄人性就能贏 你不會毫不猶豫的拋棄嗎 成為怪物真的那麼可怕嗎 我們難道要把成為怪物的中彈 都壓在五條老師身上嗎 如果沒有五條老師了 就必須有人成為怪物 如果沒有人願意變成怪物 那麼我願意成為 之後回憶中的場景再次切換 遺谷來到五條巫面前 告訴他如果戰敗的話 自己將接收他的身體 五條巫對此毫不在意 並在進門前讓學生們離開 因為不想讓他們看到血腥的螢幕 學生們卻拒絕了他 遺谷也對老師說著 不要再試圖讓自己成為怪物了 此時五條巫要做的事 應當就是223話提到過的血洗咒術高層 在開門的那一刻 五條巫心中所想卻是 這對我來說太難了 那時候的我被拋在了後面 這一次我必須追上去 之後場景再次變換 趕緊正在向大家介紹他的術室 他可以做到提取體內的糖分 並向他人輸出 這一能力被蕭子看中並收入醫療隊 因為他可以在蕭子和其他術室 為他人提供治療時 給他們的大腦補充消耗的糖分 下一個場景 來到遺谷被訴諾腰斬之後 雖然仙田已經用術室阻止了傷口繼續惡化 但遺谷的身體也已經到達極限 多虧了理想他才能恢復意識 蕭子也在此時完成了五條屍體的縫合 這同樣也是一股將自己轉入五條體內的最後機會 之後畫面回到戰場 操縱五條身體的遺物和蘇諾同時結印 準備展開領域 龐白也在此時提醒 在之前的戰鬥中 五條屍已經展示過開放式領域的結法了 混化的最後 五量空處重現於戰場之上 與伏魔一處子再次交鋒 以上就是本次情報的全部內容 下週收看 在冒化正式更新後 我也會帶來更加完整的解說 另外別忘了關注訂閱我 感謝你的觀看 我是游客光 我們下期再見